可怜之人,必有可恨之处,这三种人不值得同情,一定要远离。 封面,遇到这几种人,收起你的善良。 古人云,福或无门,为人自诏,福与祸,都不会凭空出现,都是自己的造化,世间一切自有因果,没有无缘无故地得到与失去。 那些命好的人,大多是懂得感恩,积极进取的人,那些命苦的人,大多是咎由自取,与他人无关,正所谓。 可怜之人,必有可恨之处,遇到这几种可怜人,不要一味地同情,收起爱心泛滥的善良,了解俗语。 感悟更多传统文化。 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国学典籍,点个订阅,共同学习。 忘恩负义,不懂感恩的人。 忘恩负义者,就像你伸手,把事物送进他的嘴里,他却想连你的手一起咬下,生而为人,要懂得感恩。 没有感恩之心的人,与禽兽无异。 有些人,你帮他九十九次,有一次没帮,他不仅不会感恩你曾经的帮助,还会将你是做敌人,老死不相往来。 唐素宗智德年间,正会往李源义曾孙,其周刺使李则严之子李勉,曾在开封当县位的时候,因种种原因。 放走过一个死囚,几年过后,李勉官运不济,客游河北,却偶遇了当年被自己放走的死囚。 此时,这个囚徒已成为当地富商,家产无数,风光无限。 有幸遇到当年救命恩人,自然激动不已,连忙将其接回家申请款待。 但恩人在眼前,他却在如何报恩上犯了难,在他认知中,眷不谦辟,宅底树作。 黄金万两,都不足以报答救命之恩,劫发妻子,不忍见其为此担忧,却提议,不如将他杀掉吧。 只有杀掉他,你的心结才能平,人死了,亏欠自然也就不复存在,囚犯私来想去。 深觉此法可行,多亏李勉防范有加,连夜出逃,才免于一死。 忘恩负义之人,如同农夫救下的蛇,不但不知感恩,甚至还会落井下石,反咬你一口,如若遇到,请收起自己的善意,趁早远离。 作家塔西陀曾说过,施恩可以图报的,方可接受,过此则不感恩,反生恨,适度的善意,会使人心生感恩,没有底线的心软,却会养出恩将仇报的人。 卡奈基也曾说过一句很现实的话,感恩是极有教养的产物,你不可能从一般人身上得到,忘记或不会感谢乃是人的天性。 善意是美好的展现,但在施展之前,务必要擦亮双眼,对值得帮助的人,大方示意援手。 对罪有应得之人,切勿慈悲心软,心中有所衡量,才能安然处事。 善良,要有尺度,有些人的心终究是五不热的,忘恩负义的人终会自食恶果。 做人,一定要懂得感恩,受人恩惠,凝集于心,有恩报恩,有情报情,千万不要做让人唾弃的忘恩负义之人。 言而无信,谎话连篇的人。 老话常说,人无信而不利,也不信而不兴,诚心是一种美好品德,更是力身根本。 一个人是否让人信服,有时并不取决于他的能力,而是取决于他是否能够信守承诺。 有些人行走于世,以道德为耻,以诚信为本,身边相伴之人,必会回忆真心。 而有些人,却谎话连篇,敷衍隐瞒,自己说过的话,从不算数,承诺别人的事,从不履行,与这样的人相处,终将被欺骗辜负。 什么是做人最重要的品质,遇到事情靠得住,责任面前有担当,信用永远是第一位,诚信是做人的基本原则, 言而有信的人,更能得到别人的尊重,生活中,有些人总是说话不算数。 甚至谎话连篇,很难在他口中听到一句真话,这样的人,不仅是人品有问题,而且注定得不到别人的真心。 春秋时期,齐乡公派大将连称,管制府去守卫奎丘,两人问询归其几何,当时正值瓜果上市之计, 齐乡公便承诺等来年瓜熟,便派人替换,可等到第二年,沉迷于享乐的齐乡公,早已将此事忘却, 连称迟迟等不到消息,便送回一瓜提醒,谁知被打扰了兴致的齐乡公因此大怒,对送瓜使者怒吼道。 等到第二年瓜熟,再商议此事吧,此等言而无信之举。 成功激怒重臣,没多久,齐乡公便在狩猎途中被刺杀而亡。 同时春秋时期,鲁埃公身边有一个大臣叫孟伍伯,做人其他方面还可以,最大的毛病就是说话不算数,总是出而反而。 一次,鲁埃公宴请群臣,孟伍伯看到素来与他不合的郭仲也来参加,他心生不悦,心想郭仲长得很胖,又没有怎么本事,却成为了鲁埃公最宠信的大臣。 他越想越生气,本想一走了之,但无奈是国君的盛宴不可轻易离开。 于是,他打算羞辱郭仲一番,他走到郭仲面前,大声说道,郭大人近来可好。 看着面色红润,身材是越来越胖,一天吃几晚饭啊,郭仲本就对自己的肥胖感到自卑,而孟伍伯却在国君的宴会上当众让他难堪。 正当郭仲不知如何是好时,鲁埃公替他解围说道,一个人变胖的原因太多了,比如把自己说过的话吃到肚子里,也会胖起来。 虽是一句玩笑话,但群臣们心里都明白,鲁埃公明着在说孤众,实则在指孟伍伯言而无信,出尔反尔。 孟伍伯顿时面红耳赤,羞愧地低着头坐在了角落,这就是成语食言而肥的典故,正所谓人无信不利。 业无信不兴,国无信则衰,言而有信,是做人的基本准则,失信于人,必将付出应有的代价,信任一旦崩塌,便在难重塑,守信之人,即使深陷泥涨,亦能淡然处之,因为必定会有人相扶,相助,而失信之人,纵使身处困境,也将孤里无缘,截然一身,最终只能自求多福。 只有真正有信用的人,才能被人支持,认可,谎话可以骗得了一时,但骗不了一事,事实终有水落石出的一天,虚假的谎言,总有被揭穿的一天,所以,一个不讲诚信的人,终要为自己的言行付出代价。 抱怨生活,不思进取的人。 有人说,生活不是等待暴风雨过去,而是学会在雨中跳舞,抱怨生活,不仅不会改变现状,只会浪费时间和精力。 人生,不会是一马平川之路,注定是荆棘丛生的显途,与其抱怨身处黑暗,不如提灯前行。 与其抱怨事与愿违,不如改变自己。 作者李孝增说过,每个人最应该戒掉的恶习是,抱怨,抱怨只是无能和无奈的表现。 现实中,身边总不乏有些自怨自艾的人存在,他们总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,只知抱怨命运的不公。 吐槽社会的现实,日子过得不如意,就怪出身不显赫,怪父母不作为,却没有想过自己是否足够努力。 看到别人升职加薪,就哀叹自己的怀才不欲,工作真的来了,却又推三阻四,被他人远离孤立,就吐槽人性的丑陋,现实的冷漠。 却没想过是自己常论人是非所致,这就是令人深省的乌鸦定律。 这类人看似可怜,实际可悲,只知从外界找原因,却不愿改变自身,整日在哀声叹气中度过,终将在毫无作为中沉沦。 老子曾言,大道之行,不择于人。 真正有格局的人,遭遇挫折时,不会推责于人,而是会反攻自省,抱怨是本能,解决问题才是本事。 记得看过一个故事,有一个农夫总是抱怨自己的土地不够肥沃,因此,种出的庄稼不好,看到邻居的庄稼丰收。 他觉得就是因为邻居的土地比自己的好,为此,每天都生活在抱怨和不满中,一天,他坐在自己的土地旁抱怨,一位智者恰好路过,听完农夫的抱怨后,给了他一袋种子,并告诉他,这是一种特殊的种子,只有在你真正感激你现在的土地时,他才会生长出最好的庄稼。 第二天,农夫就开始种植这些种子,他每天都对土地表示感激,他给予土地充足的水源和阳光,他细心地照料着每一棵庄稼。 不久后,他惊讶地发现,他的庄稼比往任何时候都要茂盛,比邻居的庄稼更加丰收,农夫感到不可思议。 于是他找到智者,智者告诉农夫,生活就像那片土地,当你抱怨和埋怨时,你只会让自己陷入消极的循环中,抱怨并不能改变现实,只会让你的心情更加沮丧。 众庄稼如此,人生亦是如此。 弱者抱怨,强者不言,智者改变,云云众生,没有谁事事尽如人意,每个人都在负重前行,抱怨生活,不思进取的人,总是在给自己找借口,却不懂得反省。 凡是学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,才能改变自己的现状,只有运凭生活的褶皱,才能让生活顺心如意。 弥开朗基罗曾说,对好人行善,会使他变得更好,对恶人行善,他就会变得更恶,为人处事,一定要注意分寸,把握好底线和原则,对那些值得帮助的人施以援手,对不懂感恩的人不可过分善良。